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出的新唱片 依然 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讲 这个人要改变 可是我刚才紧急放在电脑里听了一下 我觉得好就好在依然不变 变不变都不刻意的 像植物你长什么样 该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知道他的歌 听十首跟听一首一样 我觉得你的歌 一气听下来 是一个氛围 老实讲我这个含羞待怯的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我是不是发过给你这么一个信息 还是没有发出去 因为什么呢 他的那个最老的那个唱片 就是王飞唱红的那个传奇 其实就他的歌 你知道因为我开车到回家回石家庄 来回路上六个小时 我跟你讲就那个歌 我听了我就有一千遍 就repeat 一首歌 不是那个碟 我是一个特别俗气的感受 我沉浸在里边 就是一种美丽的哀愁 我觉得最俗的一句话 我觉得说实在话 我觉得好像是按摩 就对我的心灵有个 有个按摩的感觉 因此我能一遍又一遍的听 但是后来呢 我看手机短新闻 我就看到最近英国科学家说 说我这是一种精神病 就是我们造成的 就是会把一个一盘这个CD repeat 不停的放几十遍 乃至上百遍 这个人呢 是有点毛病 我怎么样治疗这个精神病的 知道吧 他有一个功能 那个机器有个功能 就可以混乱的 自动捣乱的 叫随机播放 对 就画着一个疤一样的 就是你还是听他这个叠 但是呢 他这个次序就捣过来 要不然的话 你会有个条件反射 对 下面的声音出现了 一个一割完了 你脑子里已经出现 下面那个割了 你要打派 叫陌生化 我们艺术要追求陌生化 所以呢 又喜欢这个叠 你就把它 还有 不是现在有六个叠吗 可以一起装 六个叠一起倒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送你张我盗版 因为我前面发现 送你盗版 我都没叫一盗版 三张叠 包括从在水母电话 早期的作品 到现在 将近能有 七十首歌 全都放在三张盘里了 那就是听起来 我自己听的传阅 从这个二十七岁 那个作品以后 一下到三六岁 那个特别有趣 那个适合你 虽然是盗版 但是你说 歌里边的那个人呢 和生活里边的那个人 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他仅仅是 我觉得是一个 亲友善的关系 你说的就跟我 对我这个主持人角色的 认知一样 有的人呢 台上台下是一个人 有的人呢 是两个人 我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见李健这个人呢 说话挺爽的 是吧 但是呢 你听他的这个歌啊 你就老在想啊 所以为什么姚晨 会有这个感觉 他觉得这个人心里 充满了爱和期待 他有一种好像 不 我是也是充满了爱和期待 对啊 我听到这个好像 关键家是一个毛子 我今天也都像在骂你 他们觉得 听一个作品 然后这首歌 是经常会 忧伤的 灭脸的 你觉得这个人 也应该是不是 像肖邦社的人物 对对对 但恰恰我是一个东北人 还有很多粗粗的地方 还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所以很难刷得 我觉得音乐啊 呼号艺术作品 它仅仅是一个人的一面 或者是他在 深美上的体现 不是生活中的体现 所以你听他那个 原来那个老歌 你像王菲唱那个传奇 讲实在话 他们说王菲是天后 可是我听他唱 他自己的原创嘛 我觉得真性情 那个歌的真性情 还是理贱的 不他是天上的 我是地上的 天上我是人 比较接地气是吧 对 他是他女生嘛 声音高 可能更空灵一些 但是你呢 就更如怨如素 那歌其实是我 九年前作品了 那时候我在二十多岁 非常早 非常早 都是有一种什么呢 人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情节 好比说 我心里有一个情节 是咱们当年一个特俗的 一个老哥 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好姑娘 有一个地方 好像很多时候 心里会被这个东西打动 希望他拿一个细细的皮鞭 抽到你身上 那就变成SM了 这个歌的核心句子 是后面这一句 原来的歌后面有这么一句 当然了 对不对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抽到我身上 遥远的地方的向往 最后是这个 细细的皮鞭 不是新加坡那个 那个惩罚的皮鞭 所以你知道 过去咱们中国 这个古人 就讲这个论这个话 就说你这个话 有没有远意 远意 远意 就是让人觉得 生出很遥远 很优远的那种意境来 其实就是从现在信息论 就是他信息量非常大 是吗 比如包一个作品 比如说包括巴克 徐老师对音乐 国家音乐很了解 巴克这些人 就他每个人听都不一样 就他给你无限的空间去想象 就他仅仅是给你搭着音乐结构 每个内部装修 其实是靠你幻觉来做 尤其是巴赫 巴赫像数学家一样 对 他的东西是 我见过 他可以说最简单 他又是最复杂 有人把这个无限博士 反过来 倒弹 就是反着弹 也有人把这个 从最后一个音往前弹 都很好听 有人做过这个事 巴赫 巴赫 对 那你说他是理性的 还是感性的 我个人觉得 所有的艺术作品 都应该是理性的 纯感性的音乐作品 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你的歌也是吗 都是很理性 当时你这个冲动那一瞬间 那在那个层面上 应该是感性的 你有冲动 就所谓的大众叫灵感 但这把这个灵感 能够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其实是靠技术 靠理性思维 一样 这红楼梦那么多人物 你不具毛片 你没有理性 你自己都乱 像贾宝玉主人公 作家如果像贾宝玉这样 在那么多女孩身边吃口红的时候 写不出作品 他到老了 什么都失去了 他才可以写出这么绚丽的作品 这个理论上最有名的 就是华尔华斯 这个英国的一个诗人 那个说法 他说所谓诗 就是在激情过去以后的 这种回忆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说 写作品是好像说 我半夜一下子就激动的 爬下床 就拿起什么都写 这种好像灵感附体 什么什么 这个真正的浪漫派 西方的正就高德那一派的 觉得那种是你们自己迷惑了自己 他说实际上 他说感性后面的理性 其实音乐也是这样 因为可能只有一个人 可能莫拉特会有点例外 他可能他这个才华和智慧 足够一口气写很多 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精雕细作 你能不能用你的歌 我挺感兴趣 就举个例子 这一个歌是怎么产生的 比方说 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 对贝加尔湖畔 这个歌 贝加尔湖畔 然后我是去的伊尔库斯克 这个城市 看的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 这当然很大 就很蓝 这也不用说了 我就冲动 没想到苏武牧阳 俄罗斯大使陪我去的 他说 你没有兴趣 写一首 我说 我说没问题 当场我就写了几 就是几句 这歌的 就几个乐句 然后我就录在手机里了 这像方便了 对 你写的是曲调 对 旋律 你最先想的 因为我过去听一种说法 是叫你们这个交响乐里边有动机这个词 动机 这最先是一个乐句 对 其实这是个主题动机 你能觉得你最先想的第一句是什么旋律 就开始那个 到后面怎么唱我就不知道了 就这么 就是说你在贝加尔湖 就是俄罗斯 因为我在贝加尔湖 他说 我说我可以用你们俄罗斯音乐写一首歌 但这个歌可能跟俄罗斯的生活没关系 我用贝加尔湖做一个背景 所有的配器是俄罗斯式的 因为我本来就哈边上很喜欢俄罗斯那套音乐 然后就把这个录下录捕换之后 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去 回来之后隔了能有很久时间 我再听这段旋律 我觉得他能不能用 是不是是不是好配子 是不是可用之材 因为那时候判断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你当时一写完之后 你什么都觉得好 因为你新鲜嘛 对 放一放 对放一放 我觉得还不错 我只要拿吉他就弹 然后又写歌词 也经历了两三个月 你看他是这么产生的 先有曲 然后自己再写词上去 然后再考虑到编曲 配器的部分 但是以前的都是用钢琴 你是吉他都可以 钢琴其实都可以 有的肢体他是个钢琴 我也有跟钢琴来写的东西 换句话说 作曲家基本上都会弹钢琴 是不是这样 作曲家最起码 在熟练掌握一门乐器 哪怕是口琴呢 口琴 咱们先借口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掌握一门乐器 所以他这么说 我就能理解了 你像中国诗经里面最讲就是感性 心感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 你像说我也不是什么诗人 但很多时候我们人有共同的体会 比如说你一道大自然的风光 一道一个湖畔 或者一道黄山 一道泰山 你马上就是代宗夫如河 其鲁清味 好像那些唐诗诵词 涌出来 涌出来 但你平常在城市里 你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他自己的实际系统